张化信26号首次举办全国界美比赛 地点是在鹿港的一间国校 来自全国245位的选手参赛 不过有民众质疑这会不会有群聚的风险呢 对此教育处跟校方表示 主办单位在赛前有提供完整的防疫计划 不但选手有分流控管 而且活动范围都没有进入教学区 事后也都进行全面性消毒 选手们在台上展现结实身材和优美的肌肉线条 这是张化现现场杯全国健美比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县市245位的好手一较高下 但仔细看这比赛的场地 却选择在国小内引发民众质疑 民众担心这么多人聚集在校园内 是否有群聚的风险 更有民众说防疫期间家长都无法进入到校园内 为何选手们可以进入 而且比赛场地应该是选择在体育馆或体育场比较妥当 就只有这个区块是他们活动跟比赛的区块 校方赶紧出面澄清提供校园当作比赛场地 只有户外空间没有进入到教学区内 比赛当天选手都有采取分流 人数也都有控管 都有做到这个人流的管控 所有进出的人员包括我们选手全程都有佩戴口罩 活动之前呢他已经提了相关的防疫计划 那办理活动当天呢他们也确实依相关的防疫计划规定来办理 县府教育处表示主办单位在赛前都有提供完整的防疫计划 也都严格要求选手裁判和工作人员 出示施打疫苗或快筛证明 一切都符合中央规定 接到我们好 张华报道